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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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商们在这里云集 各式上等的茶叶 汇集于此 而后飘向四海 明阳世界 在佛家的说法里 水为天下至清之物 茶为水中至清之味 千年古叉清水盐 位于安西县城西北部的蓬莱山上 是全国唯一成弟子型的楼阁建筑 近千年的香火传承 清水祖师以女神地位而与海神妈祖 依神宝生大地齐名 共同成为敏台三大民间信俗 圆拥具亿万信众 这里有名山 有河里 有湖泊 有我们四次里面独到的很多美景 都在这里 远在深山仁卫时 了开面上 惊八明 千百年来 云中山卓然而立 保持着一种 渊生态的宁静与平和 素有闽南 仙山佛国之称的紫云山 昌年云争霞尾 紫云缭绕 助理山泉陵运 天愁锦绣 曾经的活山口 流出以红山泉 宛若天地间一碗茶汤 以神圣静美之姿 注视着人间沧散 季节变化和生命的轮回 天地有中灵玉秀之德 安息有才子嘉明之声 安息文庙 是江南现存孔庙中 最完整的古建筑艺术群 几门左侧的砖雕 细腻刻画出一幅茶席的精致洋饰 可见在三百多年前 安息人饮茶之讲究 一语行文饮酒并肩 成为一种风沙 插香刻着诗运 安息读书人在这里开始了 绵绵书香里的千年历程 从湖头镇的老错里走出 重进士 进汉林 李光帝一生勤政清廉 立作康熙皇帝 让清朝走向繁荣盛世 被誉为一代完人 相传 安息胡头镇的传统小吃 胡头米粉 经由李光帝 白净今后 成为宫廷贡品 直到今天 它仍是安息人 引以为傲的特色美食 好 今天请大家品尝这个胡头蜜蜜 它料就料在 不加任何佐料 我们会看到一种地道的米香 在安息 美酒固然勤募 香名才是艳客的无上米 品种番多的茶食和茶善 更是验证了安息人 对茶叶无穷的想象力 当体观音还齿甲流香 好抵挥甘之际 一池温润的茶温泉 又将给你带来全新的乐活体验 这是一片与繁华喧嚣之外 保留着宁静舒适的土地 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 你和我会在安息相遇 在一只好听的茶歌里 相互劝查 言笑艳艳 这里有你失落已久的田园旧梦 因应你追寻直深的都市景格 在安息 山可以引 风可以引 夜色可以引 万物是茶 改赏是水 人间游味 是清欢 安息是我们的家乡 走到来就是安息最好了 因为有安息的水 叫安息的茶 这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是否非常留恋的 调故乡 先欢迎来到安归 欢迎你们的安息喝茶 我爱安息 安息我爱你 安息一定是一个让你感到惊艳和一见乌骨的地方 朋友 你以为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